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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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了好了 练功去吧 这位师兄 我把我的饭菜给你端来了 小兄弟真是菩萨心肠啊 大家都是出家人吧 以后你的饭菜有我给你端来 不用了 以后我自己到寺院去吃 不能破了寺院的规矩 那你快趁热吃吧 你 你看你 醉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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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做饭 如果你不嫌粗糙的话 去跟我们一起吃吧 那太好了 师兄 师兄 什么 是我路上捡来的一条蛇 蛇 他差点被老鹰叼去 我看他可怜 赶走了老鹰 救了他的性命 善灾 救于性命 胜造七级浮屠 师兄 把他放在盒里会闷死的 你就放声 小兄弟 这蛇极毒 放他出来 怕会咬死你 好 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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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我练刀去 好 你慢慢吃 走 等找到了血书 气少政早晚是你的好饭菜 好 好 师弟 你干什么呀 我给你洗衣服 师弟 衣服太脏了 我自己洗吧 没 没关系 这会儿我能干 你 你 你 真看不出来啊 法正师弟洗衣服还挺俐落的 哎 哎 发能师兄 你也脱下来我一块给你洗洗吧 不不不不 我自己可以洗 哎呀 客气什么 哎不是这真的不用我自己真的能洗 哎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他也跟你一样 不喜欢在别人面前脱衣服 哎 要不你帮我洗洗 哎 哎 我说你们家是不是把你从小当女孩养了 这怎么女人的事你都会做啊 女人的事情男人一样可以做 你看寺里头的和尚都是男的吧 人洗衣服做饭不都自己干 哎师弟说的对啊 你看我们和尚不都是自己洗衣服吗 哎师弟啊 是啊 我来吧我来吧师兄 我来吧我来吧 我来吧我来吧 师弟啊师弟啊 你帮帮忙吧 你看 嗯 好臭啊 你自己洗好了 你别偏心哪 你拿我当你老婆是 那你是心甘情愿 当法政的老婆了 哎 哎 哎 好 啊 哎 哎 喂 来 做了和尚还风流 他们学术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让你做风流鬼去吧 这回你死定了 师兄啊 你们这里真奇怪 当和尚为什么就不能娶老婆生孩子呢 和尚能娶老婆还叫和尚吗 那你为什么老想着送你红肚兜的那个人 你要是在我们那里就好了 我们那儿的和尚真的可以娶老婆生孩子的 你们那儿什么地方啊 市外桃园吧 要不然我去你们那儿做和尚 别说一个人娶一个老婆 就是两个人娶一个老婆我也干的 听你这么说 你家好像不在中国似的 谁说不在中国啊 只不过是远了点 当然是远了 和尚都可以娶老婆生孩子 那山高皇帝丸的好处啊就在这儿 是 法政法政 我问你 你和法静昨天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怎么回事儿 你心里最明白 法静他绝对不是一个男人 小声点儿 这么说你肯定只打他底下了 没有啊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 你看出什么了 你跟法静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里 那天夜里你还偷偷地把被子塞给他 自己却躲得圆圆的 你 你监视我们 我这不叫监视 叫关心你们 你小声点儿 让别人知道了 对法静不利益 你放心 我一定守口如瓶 说话算数 我当然说话算数了 我心里很明白的 我们要是不替法静保密的话 他只有离开南少林了 你不愿意他离开少林吗 他来南少林 是为了学少林武功 为父亲报仇 如果他这样离开南少林的话 他可能会自杀 哎 你们两个真是无话不谈哪 虽然他这样做不对 但我觉得 他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子 哎 你说的对啊 他能恐怖方丈混入南少林 我对他佩服的简直无体投体 他真是与众不同啊 法静的事不要再提了啊 哎哎哎哎哎哎 你老是跟我说 你跟法静有没有一手 什么一手啊 哎 胆女通常共枕 难道没干嘛吗 哎 哎哎 你当我法静是什么人呢 你 哎 没有吧 没有就好 我还真怕有什么事啊 哎哎 如果啊 他真是个女人 我还想娶她做老婆呢 我警告你啊 不许对法静动坏主意 什么坏主意啊 男还女爱 人之常情嘛 哎呀 我们是和尚 和尚 我可跟你不一样 我迟早要还俗的 哎 我你 哎呀 哎呀 累死我了 哎 哎 累死我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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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我被子 我陪你睡啊 你干什么 我们说说心里话嘛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我要睡了 哎 你别跟我装算了 你的底细我全部知道了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不明白 那咱们一块去见方丈 这么说 你承认你是女人了 什么女人 去去去 没你的事 我跟法静说了心里话呢 神经病 我帮你隐瞒试试 总该给点回报吧 你想要什么 你答应做我老婆 好明 别胡闹 你干什么 没干什么 你刚才一定发现我的秘密了 我 不过你可不要告诉他们 和尚是不允许开婚的 可是我实在受不了了 整天在找机会开开婚 你说巧不巧啊 我昨天夜里啊 出来方便的时候 看见一条蛇窜进草房 结果我就把它给抓住 把皮剥了 然后做成羹 你可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啊 蛇太小了 大家分不着嘛 不过我可以分给你一点 你喝了早日恢复健康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可别后悔啊 我不要 尤僧师兄 尤僧师兄 你那条蛇放生了吗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和尚 有点不对劲啊 法尚 你看出来没有 这个和尚真的有点不对劲啊 师弟 好野烈 难怪我能和尚的手更了 秦小镇 我要毁了你 我要毁了整个南少林 赶紧 师兄 赶紧半夜叫我到这里来 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这里藏着一份 有七将军八名部将 联名揭露同大堡 为非作歹勾结窝寇的罪证 他是这些忠心良将用鲜血血成的 童大宝为了得到这件东西 不知杀了多少生命 童大宝这个贱贼 飞坛僧人 深更半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随便走走 老和尚 你眼睛不是瞎的吗 我的耳朵没有你聋啊 深夜里不能乱走啊 当心冲撞了神灵 谢长老提醒 深山谷叉 可要遇上鬼喽 清净古差怎么可能有鬼呢 你心中有鬼便就是鬼喽 贫僧这就回去 我感觉到一股鬼气啊 被少林是我们南少林的祖庭 这已经被他们所注意 所以我想起 把这件性命交关的东西 还是请师妹带位秘藏 师兄 请你放心 自应爱有观音菩萨的保佑 我一定会珍藏好的 那还有一股东西 不是 空调 跟 怀 有 这位尤森找我有事啊 别追了 里面着火了 快回来 快救火 救火 快 快 快去拿水 快啊 这个 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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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去拿水啊 水那儿 快 废的 从你上山那天起 我就注意到了你 你恶念重生 居心带毒 假面具之下 藏着一副虎狼之躯 瞎吞 我心里亮得很 少林寺的扇门 是为善人所开 绝不是藏屋纳垢之地 是为了 再来 再来 managers 是为了 师伯 不小心被狼咬了一口 不必大惊小怪 师父 是 我看这个人的功夫 向北少林的叛僧 谭妃 看来佟大宝已经盯上了南少林寺 法政 你可要更加小心 师父 我要离开这里 我不能让佟大宝破害南少林 你往哪儿走 哪儿又能躲得了你 即便你走了 佟大宝也绝不会放过南少林寺 可我留在这里 是会连累整个寺院的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从今以后你要更加用心习武 法政 你竟讲糊涂话 南少林和北少林 都会为正义而舍身成人的 长老 弟子明白了 法政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只有去面对佟大宝 你有信心吗 有 你准备拿什么去面对佟大宝 这 佟大宝练的是 是阴阳佟子宫八卦掌 现在双掌用武毒浸泡国杀人不见血 可以说 他的金钟罩功夫 已经练成了一种刀枪不入的境界 佟大宝为了练成这种功夫 在深山一待就是九年 要想真正的战胜他 非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不可 师父 佟大宝能做到的 弟子就算舍弃一切 也一定能做到 開啥 快出接 干杯 南蛎 你不全懂 若想得些真谛 就必须先听晓三十六房的功夫 是三十七房 师父 原来是给法证吃片饭啊 哇 师父对法证也太偏心了吧 你躲个屁呀 在我们五个人当中 只有法证的悟性最高 师父这是慧眼识徒 他后继有人了 照你这么说 丹少林的方丈 将来是属于法证的了 法证是方丈 那还不好 咱们这帮患难兄弟 到时候再灭弄一个二柱十三柱十 罪死也当个大师兄当着啊 你们懂什么呀 师父这是对七家小子的呵护 呵护 大师兄 大师兄 法证他们人呢 他现在可不一样咯 恐怕你这个大师兄都管不了他了 什么意思 大师兄还不知道吧 师父正急着把三十六房十八般武艺传授给他呢 是呀大师兄 这这 这这 这 знаю 好了吗 滚鱼敲目一样 五 上 下 踢 弹 弹 爱 齐 师兄 现在看明白了吧 我想 师父肯定是想让法证 借替大师兄的位置 师兄 我想不通师父为什么这么做 想来想去 师父他偏爱法证 就像当年吴祖喜欢六祖一样 表面上说要传一波给大弟子神秀 谁知道暗地里却给了春米的小和尚慧能 大师兄 师父有一天这么做了 你后悔就晚了 你胡说什么呀 这和六祖的事不一样 大师兄 你别傻了 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 就要趁对手羽衣未封的时候 把他们从这里赶走 师兄 大师兄 大师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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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南少林 为什么偏偏要练什么北腿 为什么 难道南少林没有腿吗 大师兄 我 你是瞧不起南拳房 有种的拿你的北腿 跟我的南拳痘痘 大师兄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就是过分 你要干什么 师父 师父 发言 你这哪儿还有一点大师兄的样子 师父 我能不能说句心里话 你说吧 我觉得师父 因为法政是七季光的儿子 偏心法政 所以才不顾南少林的死规 要设立什么北腿屋 这样下去 南少林还是南少林嘛 大师兄 你太让我失望了 如果师父真的看中了法政 那就让他当大师兄好了 站住 大师兄 发言 我只想让他好好教授北少林的功夫 什么名分也没有给他 发言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倡导南北相和吗 师父 好好好 等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 为了要分出南北功夫的高低 我要跟法政比武 比武 对 比武 南北武功本来是同宗 不应该有门户之间 只有武功与禅佛精神真正的融合 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流传于世 发扬光大 我希望你们两个带着这种情绪去比武 才不至于失去这次比武的真正意义 师父 弟子明白了 你呢 我听师父的 你们师兄弟今天的笔法与以往不同 无论是南拳北腿还是南北交融的功夫 我要你们在棉部上写出禅武合一 圣父已写出的点数多少决定 也就是谁写出的笔画多 谁为胜者 明白了吗 弟子明白 师太 还在精神 好好打 千万别让你这个师兄失望 是 师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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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出来你还真是个小滑头 你应该学我们师太 他就立场坚定毫不含糊 他希望法证答应 我是问你又不是问你师太 那我当然跟师太一样了 你跟师太一样 那我当然跟师父一样了 真狡猾 我这是蝉语 现在比武开始 师兄 师兄 请指教 师弟 请 师兄 Chloe 好, 走 走 好 多谢 大师兄 高兴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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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大师兄 师兄 抓住啊 师兄 抓住 师兄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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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抓住 老大爷 师父 你误导了什么 师父 我终于明白了 南北比武并非分出胜负 而是通过交流达到南北融合 嗯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好 师太 师太 法正 志一在为你高兴的 谢谢师太 好啊 大师兄 你真棒 今天真厉害 大师兄 今天怎么了 明明可以打赢他 为如非要照着他 你错了 是他让我 为什么呀 他无性比我高 就这样 我不信 我们居然 把法正和五组六组的事扯在一起 现在都觉得可笑 我觉得两国 嘿嘿嘿嘿嘿嘿 师兄啊 你可真行 我原来以为啊 你是不会让这大师兄的 结果你偏偏让了 我是一个从来不懂得让人的 也不肯受人让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这就是禅与五的合 相合 法正 你真的长得不小啊 徐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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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禅五合一可也打败童大宝 对啊 是 好颜 师父 好颜 过来 法正 你们两个现在 嗯 嗯 嗯 别扔我啊 师兄啊 我想请你为紫云安的众民们 讲讲禅五如何相合 师妹是在取笑我吗 我这是真心讨教 你反倒牵手起来呢 南北相合禅五合一 这是我们和志一师兄多年的夙愿 这次总算在法正身上看到了希望 这件事情你总算做对了 师妹可是头一回夸我 我这是夸你嘛 今天你师太对我们师父很客气嘛 我今天对你不也很客气啊 难道女人都是让人这么难以琢磨 那当然了 对了 那天你不是来南朝林学北腿工作吗 今天我可以当你师父了 你当我师父 怎么你还不相信啊 当然了 法正那几下子我全会 真的 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快跑快跑快跑 快跑快跑 快跑快跑 大伙别别 大伙大伙别别 别别别 我说 快跑 快跑 你见影吧 你兵了 快跑 马上 走 乙娘 大黄 大黄 小妮 小妮 探志哥 小妮 探志哥 真的是你 我 我真的你好苦 小妮 三角师傅 你还叫我什么师傅 我还是三角 现在还是三角了 真的很高兴见到你们两个 小妮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上次被激流冲走 是被大汉哥和大黄救出来的 他们还一路保护我来 瞒少林寺找你们呢 大汉呢 他去找你们了 好 来呀 我来跟你介绍 这位就是小妮 法证的救命恩人 好漂亮 好漂亮啊 罪过罪过 三角 他是不是法证的那个呀 小妮 你和大汉住在哪儿啊 还不知道呢 法证 你还不快点安排他们住下来啊 对呀 就是啊 来来来 来来来 盖云房了 来 放这儿 来来来来 放这儿 来来来来来 走 来 来来 来来来 反正师兄 你把那独臂刀的功夫交给我呗 想学独臂刀是不是 干什么你啊 签一个下来 你就可以学独臂刀了 我不学了 这下好了 我们也可以坐到这边来了 过来过来过来 你别忘了 你是个和尚 对啊 我是说这房子太好了 我要是一个人能住到这儿 那多好啊 省得晚上睡觉 替你们打呼噜放屁说梦话 谁打呼噜放屁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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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房子啊 做你跟小妮的新房还差不多 去你的 嘿嘿 嘿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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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脚哥小心啊 表哥的头没铁骨 当然没事了 是吧 是没事没事 轻伤而已啊 兄弟 小心啊 反正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害人害己啊 这话有时候是有道理啊 阿弥陀佛 哇 终于有个家了 如果在那儿再有口井啊 就更像一个家了 好 说的也是 挖井啊 我最在行 什么时候轮着你了 挖井啊 法证最在行 好 是吧 你什么时候叫我挖个井啊 算了算了 还是我来吧 大汉 人家小夫妻的事 你插我什么呀 是 是 是 好了好了 挖井我会 还是我来吧 扶给你打下手 锄头 好好好 好好挖啊 你看这儿行吗 就这儿啊 好 慢点啊 我帮你系上 你看 到底是夫妻啊 一块打井 一块睡觉 真是幸福的一顿哦 哎呀 讨厌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这里是寺院 法证是出家人 她怎么会有老婆 哎哎哎哎 发靖 有句话是离了狗屎 照样种菜 听说过没有啊 我讨厌你 躲开点 哎哎哎你讨厌我 我可不讨厌你了 你走开 为什么呀 我人长得并不比法证丑啊 再说了 我心眼也比他好啊 你为什么就不喜欢我啊 法明 我跟法证是纯洁的兄妹之情 你别再胡叫蛮缠 得了吧 纯洁的兄妹之情 既然是兄妹之情 那你为什么嫉妒人家 嫉妒不嫉妒 是我的事情 你管不着 哎 法靖 我也不知道啊 夜里当心火烛 我先回去了 你还回那边睡啊 我 小妞死里逃生 千辛万苦来找你 你却忍心留下她一个人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 你别难为她了 小妹 你忘了 你忘了她怎么答应爷爷的 她说到了南少林 建了方丈以后 就和你原房 你想后悔啊 我不答应 小妞 这事儿 我以后再给你解释 还解释什么呀 小妞就是你老婆 你 小妞 你一路辛苦了 我先走了 你 啊 你就这么走了 她要是敢三七二一 我就跟她拼命 小妞 我跟你保证她这是钻牛长尖的 到时候我就 钻角哥别说了 小妞 你放心好了 如果她要是敢变心呢 我第一个就不答应 你知道我的厉害的啊 咱们走了 不 我得陪她 大哥 你们走吧 我有大黄陪着就行了 走走走走 好好好 你走 你走